中学文彭市明天放榜 超过21000人考获入大学的最低要求 平均每1.4人争一个资助大学位 今年出了一个超级状元 一个男生在八科和数学延伸部分都拿到五星星 是文彭市开考以来的第一人 林家晴报道 文彭市来到第七届近50万人考过 出了状元中的状元 一个男生考到八科五星星 数学延伸部分都拿到五星星 是力尼之冠 五男三女就考到七科顶级成绩 17个有特殊需要的考生考到最少两科五星星 今年考生总数是2012年开考以来最少得59000个 跌了2000多人 日校考生就得5万个多些 少了人考但入大学没有二度 考到3322 即是入大学门栏的考生反而多去年18个 平均每1.4人欠一个资助大学位 与去年差不多 其中五科考到19分或以上 占了1,0004人 1,0005个学位吸纳得完 换言之入大学比较稳 四科主科三科有进步 中文科超过5成7考生达标 你课今年重设泛文 考评局说认真温书的学生有着数 英文科达标率近5成4 亦都升了一点几个百分点 8成2人数学考到二级或以上 升了少少通识科就未跌 考评局说今年有些考生 考试中途电话响被扣分 他们有这样的辩解 不关我事的 电话是妈妈等了在那里 我也不知道 因为它已经实在了 删了一个手提电话 又放在桌子底了 但原来书包里面都有另外一个 家长打电话去 很紧张啊你何时走啊 何时可以啊 也会累到那个小朋友 因而这样手机响了 就会受到罚的 今年有一个考生考试时 身上有大量抄了个科笔记的纸子 考评局裁定是蓄意作弊 成为文憑市开考以来 第一个被取消所有科目成绩的考生 有线电视记者林嘉诚报道 有线电视记者林嘉诚报道 有线电视记者林嘉诚报道